整排俄羅斯軍用卡車幾乎燒到焦黑 烏克蘭軍隊深入俄羅斯新南邊 庫斯克州攻擊 這是烏爾開戰以來 烏克蘭攻打俄羅斯邊境 規模最大的一次 俄羅斯總統普丁緊急召開國安會議 當場只是增派部隊 俄羅斯也不得不在庫斯克 宣布聯邦級的緊急狀態 從庫斯克被迫撤離的俄羅斯民眾 陸續抵達莫斯科 俄羅斯軍民可能沒想過自己有天 要像烏克蘭人一樣逃難 另外俄方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俄軍增援速度太慢 甚至還要再等幾天 烏軍可能就此賴著不走 專家分析 烏軍控制俄羅斯邊境苏甲 是因為這裡有一座天然氣的中轉站 控制他就能斬除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但俄羅斯也不是挨著打 屋頂全部塌陷現現場滿目瘡移 這裡過去是烏東盾內刺客 康斯坦地諾夫卡鎮的一座超市 已經被俄軍摧毀 造成平民嚴重死傷 儘管烏克蘭大主進攻俄羅斯西南部 但烏東地區也被俄羅斯大力轟擊 俄軍會不會調派烏東的兵力支援庫斯克 將大大影響無額戰況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